总的来说是很愤怒 因为一个议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既然有这样的一些人 利用法律上的漏洞 在议会外面跟议会内面配合 来做出很多迫害性的行为 这个迫害不光是迫害了议位的贴婿 还迫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宁 这个是一个文明社会都不容许的一些行为 居然在一个以示堂里面发生 很让人遗憾的 对社会权达的信息非常负面的 回忆起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立法会出现的乱象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仍印象深刻 他说一些反对派议员 为谋取政治私利 罔顾公众利益 采用卑劣手段 瘫痪立法机构运作 导致立法会大量工作停摆 引起社会各界不满 而完善后的选举制度中规定 由选委会选举产生的议员 占90席中的40席 对此曾担任过 四届立法会议员的马逢国坦言 由选委会产生议员 并不是新鲜事 自己就曾两次经由这一途径 当选立法会议员 打从香港回归第一届 第二届的立法会 当时的按基本法那个时候的安排 第一届有十个席位 是通过选举委员会产生的 第二届有六个席位 也是通过选举委员会产生的 那么巧就是我当时就是参与 这两个选举产生的议员 而今天还在议会里面 作为议会成员的 唯一的一个 所以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这一次选举委员会 从第一第二届的占小数 发展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 但是它又不至于 占一个过半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的感觉呢 它只要发挥的好 它可以作为议会里面 一个稳定的力量 针对此次修法中 在选委会人数组成等方面的完善 马逢国认为 这一个改变 更能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当时是400人 第二届是800人 今天我们发展到1500人 都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 选举产生 真的是代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 各个阶层都有选委在里面的 而且这批精英呢 他们的诉求呢 往往不纯粹是为了 他们既代表的界别的利益的 它还是从社会整体来出发 比较能认知到 总体社会的那个要求 需求是怎么样 考虑问题的时候呢 这不会有一个偏颇的地方 考虑的更多呢 是整体社会的利益 在立法会地区直选方面 马逢国表示 选举制度由过去的比例代表制 改为双一席单票制 这可以有效避免一些极端分子 通过制度漏洞 进入立法会架构 也能在很大程度上 扭转立法会此前的乱象 这样子有一个好处 就是避免呢 有一些极端的诉求的人 只要他找到 比如说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的支持 就能进入议会 这会就很容易产生一些 偏激的倾向的人了 他可以很容易 用一个偏激的诉求 就取得一定的支持 然后进入议会 但是他们那个 进入议会里面的 就可能采取一些 很负面的行为 来来刺激那个议会 会产生一种 很负面的作用 就影响了整个议会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呢 适当的压缩 而且呢 采取那个 双一级单票 就确保呢 不同的看法 能够还是有表达的机会 但是呢 就会避免一个 所谓的碎片化的一个现象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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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